九華徑兩間燒烤場的負責人 盛應無牌經營食肆 判監四個星期換營兩年 另外,各罰款4萬元 案發在上個月12日 食環處人員去到九華徑燒烤場 同吉吉360巡查 當時有大約350個顧客燒夜食 雪櫃有肉類、蔬菜等 兩個被告許白祥和林麗玉 盛應是負責人 但未能出事有效牌照 裁判官指,兩個場所 過往曾經多次被檢控 罰款不足以反映罪責 但考慮到被告並不是營運者 潘酬四個星期換營兩年並罰款4萬元